摩就说了 等到你末发的时候 我叫我的母子母孙通通出家 披上袈裟来破坏你的佛法 佛听了之后一句话不说流言流言 摩说这个时代呢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佛法何以衰微到这个地步 我们清楚了 魔王当道啊 摩子摩孙都出家了 比丘四处之中 这个四处就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沙米沙米尼 是什么现象呢 但念他我不止自我 专门看别人的过时 不知道自己过时 都以为自己没有过时 一丝毫过时没有 除自己之外看别人 过时都是一大堆 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 这个见解 就是魔王波寻的子孙 摩子摩孙 连儒家的弟子都不如 那儒家的弟子 真正儒家弟子现在也没有了 孔家殿被打倒了 再复兴起来那很难 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 儒家讲求繁星 饭求诸己 孟子这句话说了很多遍 看到别人无 不要放在心上 也不要批评他 立刻回过头来 自己反省 自己有没有 这个是儒家的修身的功夫 他知道繁星 知道检讨 知道改过自新 所以他有成就 我们要认真想想 我们到底是佛弟子还是摩弟子 古人有一句话说 说的很道理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不管你是有意无意 是当面或者背地的 批评人 在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看来 你自己一文不值 佛门里面 大众互相批评 一年只有一天 不是在平常 任何场合 不是的 向安居圆满 自自发挥 这一天 大家在一起 可以互相批评 除这一天之外 不许可 归过全善 如佛都一样 出于真诚的爱心 归过全善 不能有第三个人听到 而且要仔细观察 他真的能接受 真的能改过 应当要帮助他 他听不进去 不会改过 就随他去了 过人有过人的因果 过人有过人的报应 你批评别人 毁谤别人 造谣声势 你要被应酷 你要负责任 你要受国报 为什么我们菩提道上 这么难走 障碍这么多 过去今生 造作的物业 太多太多了 应与愈会是 古报还自受吧 所以 那学佛 我们要反过来 不念 套 要常常反省 自己的古 痛该前飞也 我们要这样设法 那就对了 第二 嫉妒祖善 这个麻烦大佬 这个罪过去中 既嫌度善 更像举坏 嫌是嫌人 善是善事 心胸下小 不能容忍 见到别人 比自己强的 嫉妒 别人做的事情 彼此就做得好 总的想方法 把它破坏 这个罪过 都是地狱的 原因 何必造地狱罪业 佛在一生 讲经说法当中 无数次的教诲 做人 要爱人至善 成人之美 做人善行 这些话 不知道讲多少遍 我们听得耳熟了 别人造作 卧行 我们不放在心上 我们对他 敬而言之 敬是尊敬 平等恭敬 寥言之风 恢言是不帮助他 高啊 深圳